年月日、周期这些讯息提取出来 我可以分别利用year month day 跟week day 然后hour minisecond 其实就可以把一个出称歌里面的资料 的部分资料提取出来 用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其实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Test函数 Test函数 特别注意 其实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了 好像在第一个单元那个就是 什么手机 手机函数那个范例里面 那我有讲过如果我要取得什么 这个年里面的108 我干脆要把这三个字108年 抓过来的话 有没有还有 8月月就08 然后12 然后周期就刚好就周期过来就好 那如果说我刚好看到的我就要把它 切过来并且放这边 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利用那个 所谓的文字 OK 也就是我不把它当 那个 这个一个日期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一串文字 但是你要把它当一个文字的话 你不能说你直接什么直接用那个 我们之前 讲过了你不能直接用那个MID MID MID或者是用什么 用Labs 比如说当然直觉会讲说这个刚好是看到的前 三个字 那我之前也讲过嘛如果前三个按键 你用Labs 前三个字文字里面Labs 然后把这一串给他 你给他三个字 他过来的话是436 为什么436 因为他里面实际上储存的是 43,600 不知道多少天 OK 所以呢你这样过OK那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先把它转换成文字 再给Labs去切割 就保证成功了 也就是说你看到什么 那就会切割是什么 那是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不会这一招 每次看到什么 出来就不是你要的 所以方法很简单 有个步骤 一 你先怎么样 把 假设我要这个 前三个字 一 请你先把 他的格式 有没有 切到制定 把这一串 不管是什么 把它复制起来 OK切到制定 复制之后贴到哪里 贴到那个TES的Format TES 前后加个双号 这样就可以了 TES主要的角色 就是帮我怎么样 把你看到了真的就转换成 真的就把它转换成你看到的那个里面的资料 OK所以 1 所以你也许可以把这个标准号 有讲过了 可能有同学忘 所以这怎么办 回去请你看 影片应该在第六次上课应该有 OK 我记得我都讲了只是说同学可能 所以这种东西 不是说只一次就OK 所以有时候也许你回去可以再复习 1-4 按个确定 2的话呢 再到这边好了我用 这底下这一列 就是抓 用TES来抓 那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那个TES TEST 这一个 OK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如果你平常工作不用这一个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OK 确定 然后呢就把它先贴到 FORMATE TES 前后先加个双 贴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不管什么 贴上就币的已经贴就好 前后记得要加双 好 2的话呢把VALUE 这个给他他就真的转 OK 那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 再利用 所以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利用什么用LAPS 或用MID也可以 用LAPS OKLAPS 刚减会失败 把它贴到 那个 这个TES里面 然后三个字 这样是不是108 108了 不过呢各位请注意 因为它是当文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对齐方式 跟上面好像一点不太一样 它是当数字 所以是靠右对齐 它是当文字 所以是靠左对齐 有没有 所以108现在是一个文字 虽然你看到它是 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它是文字 OK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要把它再靠 变成数字的话怎么办 对外面再包个什么 包个Value 就一定是没有Value 还细的吧 Value Value 然后前刮糊 再把它后刮糊 如果你打勾的话呢 它就变成 数字了 所以它马上就变 靠右对齐了 OK 特别是表面上看到 是文字 你不要把它当数字 来比对 如果你跟数字 的108比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文字跟数字是不同 这好像之前讲过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Tex Value 跟Value OK 最后当然如果说要取什么 08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再用那个Mid 不过你其实可以拿 这个来修改 把中间这一串 再放到Mid里面 然后把这个 再把它插入用那个Mid 那如果我要取什么 取 12345 跟6的话 那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贴到这边来 这一串 有没有多一个 然后在 Star number的话 你是不是多一个 0.3 对这个 多减 应该到这里而已 OK Tex的部分 就刚刚那一串 然后第几个 我要从Mid的话 从Star number就是1234 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 取几个字 08 取两个字 08就过来了 当然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按确定 08 不过因为它现在是文字 如果你要让它变数字 一样 外面包个Value OK 12的话 其实你可以 干脆拿这个来复制 改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12的话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从第几个字 5678 第八个字 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所以打勾 12就过来了 然后这边 周期的话 你可以 刚刚 第五 6 7 8 9 10 11 所以你可以 第11个字 再取两个字 打个勾 周期就过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从 某个日期 把它拆解的话 两个方法 要不呢 你可以用 year month day 跟week day 要不呢 你可以用test 把它当文字 制作切割 OK 两个方法都可以 只是说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test的话 他过来的就是文字 OK会有这个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方法 蛮重要的 尤其是你们要做报表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这个方法以后 你就 假设你要月份的资料 比如说你要做月报表 你就没有月的这个栏位 你怎么做月份的报表 OK 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 那个 周 礼拜或哪一周的 等等的 那你就是哪一年 你可以用year把它提取出来 OK 那如果要寄报表的话 可能你就要去再做判断 123 123 456789 也是从慢时 再去做延伸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试着利用两个方法 我刚提过 要不就是把它当那个日期 用日期函数 要不就是把它当文字 那我是觉得用文字 会比较直觉 而且比较通用 蛮多地方 都可以用 刚刚讲的那个test 这个方法之前有讲过 就是可能同学 如果不熟的话 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那个 前面 第 应该第2个单元吧 我提 首先函数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应该第2个单元吧